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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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阵白光 我还没来得及配合这闪光灯摆pose 光就消失了 车子也停摆了 我再看表就变成了9点12分 我竟然被蓄了9分钟啊 回到酒店 丁丁发现自己腰上有个小红点 直接跑到我面前脱衣服让我看 你想干嘛 我是不会接受你的勾引就否认万新人的存在 当然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直男 看看 我又没什么损失 还好丁丁只是被蚊子咬了 之后我告诉他 我老妹曾经在我面前神秘失踪 我沉迷X档案就是希望能找回老妹 接着琪琪自己跑出医院被车撞死了 我们幻事里的尸体被偷 资料被烧 我简直气得要原地爆炸 这师名叫沙沙的陌生女孩请我保护她 难道是看上我男友力Max吗 结果沙沙却说 在树林里搞过活动的同学都详细勾待 他身上也有红点 甚至开始流鼻血了 警长跟沙沙他爹冲进来强行带走他 不让我继续保护他 沙沙他爹是之前三个死者的法医 警长竟然是睁眼中人比例的老子 这两人肯定知道这上发生了什么 我赶紧去找前两个死者的尸体检验 果然尸体早就被挖走 这一刻我终于知道凶手是谁了 就是植物人比例 丁丁还是一贯的不相信 我必须得跟他强调时间消失 这就是外星人绑架的最好说明 被续走的那九分钟 肯定发生了什么 丁丁想起琪琪死时 手表也停在九点零三分 瘫痪人都能跑出去被车撞 植物人起床杀人 有什么好奇怪的 为了让丁丁彻底相信 我们就去病房检查比例的脚 看到比例脚上有森林中的灰烬 丁丁懵逼到开始怀疑人生 晚上再去树林调查时 就听到莎莎的尖叫 直接指望比例果然又开始行动了 等我赶到现场 比例公主抱着莎莎走进白月光里 可能是我来到了现场 外星人被我的气场震住 比例跟莎莎都活下来了 身上的红点也都不见了 比例入口共识表示 曾和同学一起在树林里搞活动 当晚他就被外星人控制 带着大家给外星人做实验 为什么现在走了 他也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我淡淡的气场 逼走了外星人 高层还是不认可调查结果 丁丁就把唯一证物 未知金属棒上交 上交后 证物和所有调查记录 都被一个糟老头子 存进仓库的100041号档案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揭穿这背后肮脏的脚椅 X档案相比于我们经常看到的推理剧 不一样 结构更加松散 逻辑线更加模糊 主要也是为了突出案件中 怪力乱神的部分 主线是淡淡认为 政府背后跟外星人有皮歪交易 从阴谋论着手 每集一个案件 让人看得又好奇又害怕 演员表演方面就 Just Soso 毕竟93年的剧码 那个年代演戏的方式不一样 这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之后应该每周更新两集 小伙伴们有什么建议 赶紧朝评论区开炮 老规矩 刷完节目 记得关注Peter 加群3157 64678 换个姿势 我们一起刷电影